欢迎收看富甲天下 今天的行情就是直接就不演 这昨天有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昨天选后第一天嘛 礼拜一 它本身就会稍微客气一下下 今天就完全不客气 今天这个行情就完全 真的完全不客气 我们来看一下台币好了 台币现在是贬值1.6角 美元指数是升值的 升值贬值 上证南韩修正 日经也修正 在美国没有开盘的时候 今天就是发生了 这个所谓的货币的问题 货币就是这边在做一个平衡的动作 就是说美国这边没有 它只有缩表 它没有降息 它没有降息 所以美元指数它会持续的在反弹 我说过 没有降息有QT 美元指数会持续在弹 为什么 因为昨天没有升 昨天晚上 美国没开盘 那今天已经开盘了嘛 所以今天的美元就开始做反弹 台币就做贬值 原因是这样子来的 美元 昨天没有开盘 所以今天开盘 那我今天开盘 那是不是就是做一个贬值 所以台股这边有压力 那有压力的时候刚刚你看 最低是来到17530 523 应该是 不是 应该是说17350 337 整数关卡 好在拉上来现在是17440 拉谁 拉台积电 台积电从280 回到286 最高来到287 279到287 理论上它拉了快有100点的空间 八十几点 就等于说台股目前的指数是失真的 你只有看到台积电在拉财 那很多个股 其实都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那前面也跟你讲过 如果台积电 如果说我们台股 就落在17550点 我说过 往上拉 也是往下倒 直接不演了就往下倒 所以 它今天的行情就很奇怪 三四五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五 总共接近两个礼拜时间 它不演了直接就往下 灌 昨天也是涨上去 再回来到17550点附近 17546 一样意思 今天直接杀 接近200点了 它也就是把过去的 没有回挡的压力 今天找盘一次的释放 所以找盘的时候跌200点 这个就比较重 如果说你今天收盘收在相对低点 就是说落在17430点以下的话 那这个行情就会比较不好反弹 如果没有的话 比如说落在17430这附近 或是174000都可以 那明天开始就会有小反弹 明天就会有个反弹的幅度 所以理论上我们这边在操作 我讲过了 你先获利了结 再来就是空单预备 昨天已经跟你讲过空单预备 那你今天就是开始做一个回挡 做一个回挡 这里其实因为有很多的 很多的东西都没有人讲 今天早上看到有台在连线 也很有趣 为什么台股会跌成200点呢 不是没有中大利空吗 中大利空就是你涨多了 就是最大利空 然后再来就是台币贬值 台币贬值我跟你讲过 就是在QT的部分 我们现在有QT 没有降息 所以它要反弹 礼拜一 昨天美股没有开盘 今天有开盘 所以它就补跌 就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联发科 联发科 1月4号跟你讲过了 940 970 这边开始准备要做一个 卖出的动作 要开始保守了 到现在为止 联发科谈到哪里去了 903 差点破900块整数关卡 差点破了联发科的整数关卡 我们来看联发科过去好了 应该说 我们来看一下过去两年 联发科它在干嘛 因为联发科很有意思 很多人都说 联发科要上到1000块 我们先从近的来跟你讲 近 这个是去年2023年的12月29号 它收大概附近在1015 高在1045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这是周线 盘整区间两个 就是550到700之间的盘整时间是最久的 所以这附近的压支撑会比较大 我们再回头来看另外一个 2022年 回转 2022年最多是1205块 对不对 拉上去 从950拉到1200 然后再回到533 这波跌到670块钱 这是2022年 2021年 从700拉到1185 再回到900块 也跌掉接近300块钱 你自己看 过去两年 2022年 2023年 都有来到1200 1100嘛 然后那各自回档 300跟600 那这次又来到1045 那你觉得它会不会回档 你看 2021年1185 回档300块 然后再来 2022年来到1200 回档670 看啊 2022年嘛 1200 一整年掉到533 总共掉了670块钱 跌了快50% 当然那是因为景气不好 所以这边就开始反弹到 2023年的1015 对不对 533来到1015 涨了一倍了 是不是 前面这里只有涨三成 掉五成 这里涨一倍 你觉得回档多少 它涨了500块钱 年八科涨了500块钱 过去一年 2023年 对不对 2023年从500 550附近来来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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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对不对 回档要多少 回到多少 你觉得它会做一个震荡 你年八科涨到1000块 你没买到 你这边700800你没买 1000块你没出 掉回来900块 跟你对里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啊 我们反手空 9901000块空一下到这边也是100块啊 你反手空也是100块啊 你自己看 1000块到这边900块也是1000块啊 100块对不起100块 大家在找说为什么年八科不涨 我刚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你看年八科2023年的1100 1015块钱 注意看 2022年是1200 回到533 跌掉了670块钱 对不对 2021年1185 掉到900块 总共跌掉了285块300 我们就用价格去看就好了 过去的累积的经验是说 它只要来到1000块以上 它一定要回档三成 所以短线上你1000块你就抓三成700块嘛 我700块再来买不行嘛 你不想做空了 不想做年八科的空 你可以700块再来买年八科嘛 你看年八科 700块再来买不就很好 你这一波可以赚300块啊 700块在这里嘛 还有一段距离啊 我掉下来700块不能买吗 可以啊 那我可以顺势赚钱嘛 既然它会回档 那我顺势赚就好了 100块也是10万啊 200块20万耶 300块30万耶 对不对 年八科你看 来到1200 掉到533 掉到600块钱 67272不要算 600块 这个是300 285 对不对 看清楚一点 1205来到533嘛 2022年的事情啊 1月份 而且又是1月份开始跌 跌到哪里 跌到10月份 跌掉半年的时间了 大半年的时间都在跌 年八科 年八科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500块 你看年八科这边 500块700块中间来买 对不对 你摆着 又回到1000块 或者是900块嘛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的高档 过去两年都在1000块以上 它一定要回档嘛 对不对 AI手机讲了老半天 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克服 那既然还要克服 它的回升就要遞延 它的回升会被遞延 等一下它才会再涨 所以你看今天年八科的走势 嘟嘟嘟嘟嘟嘟 对不对 多工线拉平 而且要准备下弯 而且今天一次就灌破了 今天是一次性就灌下来 就灌下来 对不对 今天真的在跌 跌什么 跌台数四保 跟它什么关系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 你会觉得说跟年八科无关 事实上是有关系的 因为 我们先看这个 阿里巴巴腾讯要减少买灰达的 他去买华为 这代表自制晶片 自制晶片 再来看 全球成熟制成 全部在降价 陈宋Found Drive也在降价 类比IC也在降价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进口 这是大陆海关总署发布的讯息 大陆半导体进口锐减两成 两位数 低端消费电子需求疲软 集体电路去年整体下滑10% 金额缩水15% 这个是他们板上钉钉的事情 已经知道了 重点是你在这么不好的情况底下 你看他在玩什么把戏 大陆本土厂商 2023年有到760万片 预估2024年再成长13% 来到860万片 所有的成熟晶片 大概可以自主生产 你知道它的成熟晶片 自主生产对我们的冲击有多大 不光是只有IC设计 你封测也会有事 我们作为所有的成熟制成 大家都会面临消价竞争 你美中贸易大战就打定了 这是打定 这已经在开打的事情 他们又在扩厂 对不对 你看看 目前大陆有44家 22家还在盖 哇 50%的产能要要开 对不对 其中有32家 大概都是28奈米的成熟晶片制成 今年年底 产能一直开 我们半导体怎么办 我们的电子股怎么办 我们IC设计怎么办 对啊我现在是年初嘛 对不对他刚刚在拉台积电嘛 对不对 台积电是高阶制成 他当然没事啊 我5奈米2奈米1奈米的 对不对 我可以领先5年嘛 但是你能保证5年后 人家从28奈米 不会进步到10奈米7奈米吗 对不对 这个才是 这个才是我们看到的危机嘛 现在新闻都出来了 它危机就会越 它的利空会越讲 越多 越爆越多 越爆越多 越爆越多的过程里面 就会很多个股会一次性往下走 一拳 你53块54块你不跑 对不对今天也是啊 你看一拳 上去就下来了嘛 今天它不是小型股嘛 一拳又不是大型股 22亿而已嘛 你有什么好跌的 你又是低价股 50块钱的个股 你有什么好拉回这么深的 这个拉回很深哦 8个percent 直接就灌下来了 而且今天是8万7千张的预估量 爆大量往下灌 有人去买 但有人在倒 而且倒得很深 有人买啊 不涨啊 爆量下跌 爆量下跌 这不是好事 而且是大黑K棒 大黑K棒啊 大黑K棒啊 休息一下 我们来看怎么样 在这一波里面的空头市场 怎么样去赚钱 運达头固 真心照顾 运达投雇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来复甲天象 好 这边已经没有办法 他已经出动了 他也不演了 他也不要跟你演 直接就是灌 今天还好 因为18号有台积电的法说会 所以说今天的台积电就稍微反弹 把指数撑上去 他就是撑指数而已 你个股的部分你看他也是很难动 你看那个联发科对不对 联发科你看还是越盘越低 前面跟你讲过了 2022年、2023年、2021年 一千块以后都是开始准备回档 我们再来看什么 大力光 外施调高财测 调高目标价 对不对 只要两天反弹 今天又一根留下下影线 但是没有量 不带量 不带量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要推升 他就把它摆在那里 你大力光面对的问题是 大陆手机的竞争 大陆华为 他们现在都在自制 你认为人家的晶片组不会自制吗 我要讲的是说人家的大疆 无人机公司大疆 全世界市占最高了 他真的要做 我们做不赢他 我们没那个市场 我所看到的是 很多很多的竞争都会在今年出现 那我们当然可以等到转单 可是这个转单要有时间去发酵 印度崛起 我认为是今年年中的事情 就是六月七月的事情 美国这边的需求稳定 也是在七八月的时候 等到他们大家下来了 换期潮开始慢慢出来了 那大概就七八月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空窗期 什么空窗期 个股位阶在高档 然后景气在低档 然后未来要缩表 就没有现金 等到他现金出来了 六月以后的事情 还要撑六个月 四个月的时候 还要撑四五个月 这个是现实的 你看这个 你看大力光就好 这现实的 大力光现在两千六 两千五 未来六个月这边没有钱 谁要去买它 谁要去买 大力光 联发科 现在是九百块钱 未来六个月没有钱 谁要去把它撑在九百块一千块 谁要去撑联发科 法人都买了 AIPC买一缸子 最明显的例子在哪里 最明显的例子在广达 80拉到280你看看 八月到现在大半年了 有涨到哪里去吗 今天也是反弹 反弹以后上面呢 你说没有压力是吗 这里都是压啦 它只是今天没有动而已啊 因为被套的人还在两百五两百八嘛 对不对现在才两百三 可是万一它又转折向下呢 我是讲这个转折向下 并不是因为人家很想卖 而是因为没办法没有钱了 你看你只要让它有赚钱 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嘛 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 你只要有赚钱就是利空 什么概念来 一拳 对不对 45块拉到55块 拉10块钱涨多了就是最大的利空 涨多了以后就急杀给你看 红基 36 55块20块钱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 55持续修正 你这里随便空一月份 你随便空随便赚 随便空随便赚 系统也是啊 你看跌多跌一个月 11月12月嘛 你这边随便卖嘛 46 47 50随便卖 到现在还是赚 我不想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去空连八颗 还是一定要去空大力光 AIPC补叠 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因为它可以用的利多都用光光 今天的银叶达也是没有量在撑盘 它万一出量的时候 它就是往下走 它不是往上走 红准都不行 你看人保跟红基走法一模一样 如果说只有一岛红基 那是红基的问题 你红基跟人保走一样 你红基达说又转到IP 358亿 你去买个IP 能够撑多少 你真的能够像 资源24亿啊 跟资源一样往上走嘛 资源是因为股本小 你如果资源是240亿 我告诉你它什么IP都涨不动 因为你只会被法人卖而已 进出容易嘛 我有赚钱嘛 它就是卖啊 可是因为你资源 因为股本小嘛 挤进去 你看现在都现股当冲嘛 大家挤在里面 等到它立了尾盘了 又回来了 那你有冲没关系 有冲赶快跑 对不对 你获利 现在的市场里面 其实很好做 方向要对 方向要对 你只要肯卖 就会赚钱了 因为现在还是 多数的人还在买 我都跟你讲不演 明天会反弹 明天一定会谈 礼拜三嘛 结算嘛 它会谈 谈下去你要卖 空单要准备好 对不对 红金那去哪里 哪里都去不了啊 补叠你看看 系统也一样嘛 撑一下而已 它还 这个是多拉的 所以它要回来这里 就那么简单而已 它要回来前面的起涨区 我讲过 你回到起涨区再来买嘛 不急嘛 年八个的起涨区在哪里 年八个的起涨区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个区块 那我这里再买不行吗 我摆明的这么高 900块 1000块了 我下来可以赚 300块 30万 我为什么不赚 我放到二月份就 搞不好就有啦 对不对 现在刚开始而已啊 刚开始跌而已啊 如果这边空军出动是20 我们就可以考虑准备回补了 可是只有2 表示才刚刚开始跌嘛 我都要跟你讲答案啊 我这样真的跟你讲答案 我本来不想跟你讲 因为这里真的很好赚 这太简单了 你不要追股票 卖就好了 你卖就可以了 你卖就会赚钱 拉起来就是卖 就对了 对不对 一拳你不卖它 54块半买 51块买 这个一次就3块钱啊 你指望明天谁拉给你看 万一明天蓄跌 万一明天 没有我讲的反腾 明天去一样踹呢 那怎么办 年八科的历史 1000块以后 通常都是要修正 大力光因为苹果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 苹果卖不好 为什么卖不好 人家在修理苹果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人家就在修理苹果 人家扶植自己的金元厂嘛 在金元厂里面 我看都吓死了 你没有吓死吗 大陆有44家半导体 还有22家 加起来就是66家半导体厂 这个比我们的金元多霸几倍去了 对不对 预估2024年年底有32家大陆金元厂 28奈米 我的天哪 这到底怎么做啊 这个很可怕的产量 完全自给自足啊 成熟晶片 怎么办 我们总是要想办法吧 想办法这么快吗 行情不演了 把握机会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